在彰化岁的河美小镇有一个很美丽的古仆的名称叫做卡里扇 民国560年代的时候呢 这里曾经是雨伞还有洋伞的制造重镇 不过随着产业外移逐渐没落 现在呢因为村座再生计划不但成立了彩虹屋 而且呢还有亚洲首创高达一层楼的七彩雨伞树 透过产业的文化再次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也让社区再度活络 阳光下七彩缤纷 一层楼高的卡里扇树原本是棵苦练树 社区居民为了延续树的生命 漆上保护漆 然后再插上彩虹元素的七彩伞 我们就是把所有彩虹的颜色都放在这个树上 然后彩虹的元素就是阳光 空气 水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彩虹的元素用上去 在用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就是叫为爱撑伞 好像说让我们这些老人 大家来 参观 年轻人都不可以 基于游村落再生计划不但成立了彩虹屋 也首创亚洲这一棵一层楼高 缤纷绽放的七彩雨伞树 这就是存浦的彰化河美小镇 它有着河美的古地名叫做卡里扇 早期在民国560年代 雨伞和洋伞的制造业非常蓬勃 不过最后却随着产业外移 逐渐没落 这个彩虹屋本身是河山 河山也是我们河美 人以前河美河山算得很有名 河美这个 河美这个 因为这个关系 也把这张楼合作卡里扇之处 河美的古名叫卡里扇 也用这个古名来合这张楼 也非常有意义 漂亮啊 赞啊 让大家社区刚才让里面 有一个外团的时候的空间 很很好啊 绽放在散花上的对话 让每个角落都充满折爱 蜿蜒的小镇街道中 随着阳光变化 呈现出不同的风情散向 有抒发心情的吉福墙 还有墙上的雨伞小精灵 热情的对人打招呼 借着DIY才会雨伞 传达了民众的愿望 也传递幸福 现在城市都很冷漠 所以我们是希望给城市的人 都发出更好的声音 爱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严肃伞是 I love you 然后当孩子要出门的时候 不管下雨天或是晴天 我们就给他一个I love you 当他们出门的时候 他背后给我们是 I love you too 我也爱你 所以我们是希望把一个爱跟温暖 分享出去 我们初看到有些是我们水宝局的 把我们刀三天 我们用清津肥 带工人来做 你像我们这些伞树 伞树就是他们自己设计自己用的 我们旁边还有彩虹墙 还有祈福墙 还有伞向 都是我们水宝局的故宫过来 我们也乘区的居民 每次用 每次用 都用起来 河美小镇卡里山 凝聚了社区 为爱撑伞的力量 过去这些雨伞 曾经撑起一片家庭 幸福的记忆 现在也再度活络 藉由雨伞的色彩 转化成正能量 让每个角落都充满着爱 再次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明星新闻李文华 张华报道